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今天我们继续谈 矜持哲学的探究事物本质 我想所谓的探究事物本质 当然就是必须要全心投入 生活 工作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企业经营当中 所谓的探究事物本质 其实有三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贯彻完美主义 然后再来就是不断的持续的付出 还有就是朴实的努力 也就是说自己敞开心的 来去对待自己的工作 你会发现原本是很枯燥乏味的一个工作 竟然它会变得非常有趣 当我们一个人如果专心的在一件事上面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分心 或者说他也没有能力 或者也没有那个时间去探讨其他 或者关心其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唯一就是眼前这件事情 如果把它做到彻底 你就会发现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 甚至让部门的主管或者是自己的老板都能满意 那这个工作你自己心里就会觉得有荣誉 再来就是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 大多数的人也都用自己的经验要来解决 而不去探究为何会发生这件事情 这个现象其实普遍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中 甚至在当面临的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来说好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整个社会 甚至整个国家国一国之间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先去想到社会跟国家 回到自己的企业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第一个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企业 可以在这样的环境的冲击之下 我们可以生存 事实上所有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所谓的经营哲学里面 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原理原则 包括每一个这个计划 每一个工作为什么会发生出现问题 其实追根究底应该是有一个环节上面出了问题 所以呢 那个就是我们要去找的本质 当然我们不要用太繁复 太复杂的思维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我们谈到二尊功德 他基本上他就是非常的专注在他的农业的工作上面 所以呢 慢慢的呢 他自己的那一块田做得非常好 结果他的事迹传到江户的这些领导 之后就把他请到所谓的当时的金城去 让他来去掌管一些内政的事物 从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很简短的例子 其实他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撤击 贯彻的这个所谓的完美的主意 同时呢也持续的在工作 再来一个就是他很务实 很朴实的在努力 所以他得到成功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谈的 企业必须要有探究本质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必须要是从老板 一直到部门主管 经营的这些的领导 一直到员工 每一个人对于工作的意识 跟态度都要一致 这样子这个企业 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啰